手持槍槍站在頂樓陽台 對著下方開槍 捷克警方見撞立刻回擊 震驚捷克社會的布拉格查理大學槍擊案 最新影像曝光 當時人就在現場的捷克地方電視台記者 拍下槍手犯案瞬間 為保護校內師生 這名記者更不顧危險 朝槍手大吼 捷克警方隨後也公布 密入其畫面 曝光攻堅影像 不过槍手疑似在警方抵達前 就已經輕生 一場槍擊奪走14條寶貴性命 加上槍手槍手父親總共16人死亡 案發後捷克總統總理陸續抵達學校 獻花致哀 校區頂樓豎起一整排黑棋 哀傷氣氛瀰漫整個校園 這是捷克近年來傷亡最慘重的槍擊案 事上近幾年 歐洲境內類似孤狼式槍擊 發生次數有上升趨勢 專家認為與網路有密切關係 網路傳播導致模仿犯增加 接近年末假期就怕孤狼犯再起 捷克警方提高警局 整個歐洲也封緊審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接近年末假期就怕孤狼犯再起碼